董事 董事长 你 你能下床走动了 上海水木营造同业公所 时至今日 一共集结了四十余家厂子 成立的初衷 是便于行业内的交流沟通 和扶持发展 当初我提出蓄致团结 积我国建筑事业于国际地位 这句话的时候 众人无补热血沸腾 为行业的凝聚力振臂欢呼 可是现在这句话 却被你们当成了狗屁 这句话 丹尼尔先生 登门拜访的时候 我还不信 我不信他的推断 虽然利益之所 必有利益之争 可是诸位身为理事 是 这个事业 格局 怎么会狭小到这个地步呢 师父 如今看来 确实是莫大的讽刺 马上召开一次临时会议 我要全体公所成员 就此事进行投票表决 没想到我陶某人 还能有座市政工程的这一天 真是没想到啊 现在我也看到了希望 我要把我的灵机 重新开起来 好啊 是 黄包车 不用了师父 走吧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送林老师他们吗 走走吧 我让德贵他们去送了 这么晚你一个人 我怎么放心呢 我真的没想到 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 真是让我既惊喜又意外 还不是跟你学的 你这么辛苦 还留在夜校培育人才 我可不能让他们 死在半岛上 本来就是啊 这一路上啊 本来就不应该 只有你跟我 不会只有我们的 还有那些 有时之势啊 有梦想的人 这一路上 不会只有我们的 没见到 好 表哥 我的人都跟踪他两天了 到现在一直都没找到 机会下手 你说我们这个计划 能不能成功啊 告诉你这事必须得成功 因为只有绑了傅寒军 张梅才会把张炳坤的财产 乖乖地交出来 如果实在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现在有一个人 倒是可以帮我们 谁呀 谁 wäre我 对 他 Elisa 太好了 来 再来一局 再来一局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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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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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根 这么强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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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春龙 你还想躲到什么时候 没有 没有 我说你小子欠我的钱一直不还 今天被我抬到了 可要信你都磕 哥 哥 你再给我两天 就两天 我一定把钱还你 废话 要么还钱 要么留下哥 不不不不 我自己选 警察来了 警察来了 快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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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快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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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哪儿去了 那边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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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给我追 快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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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我是谁不重要 你呀 帮我找一个人 这是什么呀 钱呢 要找谁啊 傅韩君 你找傅韩君干什么 找他总归有事了 但总不是什么好事 你现在还在念什么姐弟之情啊 你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妈生的 要不是他跟你抢永胜 你会沦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身无分文欠一屁股战 还被高利贷追着 而他的涵盖建筑事务所呢 搞得是风生水起 还拿下中华大楼的标 你就真的愿意 一辈子让他在你头上 作为作福啊 你 你说什么 你有我妈妈的消息了 是啊 那个 我看他今天早上在门口瞎溜达 我就上去问了几句 结果就给问出来了 附成龙 你不会想从我这儿骗钱 所以随便编了这么个破理由吧 不是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我 我再怎么说 我也是富家大少爷呀 我要不是看他手里拿着 半张你小时候的照片 我也不信哪 人家其实不是来跟你相认的 他就是想到富家偷偷看你一眼 我觉得怎么说咱俩也算姐弟一场嘛 我知道你一直想找他 所以我就先把他安顿好了 然后就过来告诉你了 那行吧 反正你爱信不信 去晚了你就见不到他了 等等 来 这儿 你怎么会带他到这儿来呢 你怎么会带他到这儿来呢 他不肯在富家待着 就先到这儿来落落脚 前面就是了 就在那儿 就这儿了 再来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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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夫小姐 你好啊 你 你不是 我姓高 我叫高远 收下鲁马 还请傅小姐多多担待 这次冒昧地请傅小姐过来呢 其实就是想让傅小姐 给张老板写一封信 给张老板写信 对 让她把张会长 所有的财产都送到这里来 只要金条一到 我立刻就放铃 你是想钱想放铃 疯了吧 你用我威胁张老板 你觉得她会为了我给钱吗 可能傅小姐 你自己还不太清楚吧 其实你就是张老板的亲生女儿 所以这么多年 她才这样帮你知道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她的亲生女儿 让她用钱来换你的命 她一定是毫无怨言的 家人 算了吧 我不需要什么家人 我只要利益就好 你看我们非亲非故 你却一直这样帮我 不自挂怀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谢谢你 别废话了 赶紧些 这都几点来承斗了 傅小姐怎么还不来呀 这这 这等咱开会呢 大棍 你找到涵盖事务所 问问怎么回事 好 好 喂 你好 请给我接四三八一 小芳 我是德贵 小姐今天上午 要来浦江营造开会 是 她出门了吗 行 那我知道了 再见 怎么样 小芳说 小姐一大早就出门了 说是跟着少爷 见她妈妈去了 附丞龙 帮我接一四三八 喂 张老板 我是沈其南 我想问一下 韩君在你那儿吗 韩君没在我这儿 我这两天忙着 张会长的后事 没有看到韩君 怎么了 进来 老板 刚刚有人送了这封信过来 说是傅小姐给你的 好 稍等 我这封信过来 丹尼尔先生 韩君被绑架了 此刻我生命危在旦夕 还望张老板心生灵敏 救我一命 他日我赴韩君 必当劫草闲欢 勇劝相报 令主其难 只你定会看到这封信 还望你恳求张老板搭救 你我多年恩怨 如今我已全部放下 也时时回想当年定情情景 渴望有生之年 还能实现当日之诺言 与你一同去香港的 圣岳汉大教堂 在那儿和你办一次 正式的婚礼 请你念在当日情分 救我一命 切记 切记 这确实是韩君的笔迹 绑架韩君的是 会长的叶子高原 他一直基于会长遗产 让我两日内 把所有的财产换成金条 并指定让你送过去 若你不去的话 韩君就 张老板为何一直以来 都对韩君如此关心 还有那个高原 他为什么会认为 利用韩君可以要挟到你 因为 因为你就是 韩君找了多年的母亲 对吧 我知道 什么都瞒不过丹尼尔先生 是 要是他早点知道的话 也就不会上这个档了 老板 怎么样 找不到高原的下落 也查不到 他到底把傅小姐 藏到哪里去了 找到傅成龙了吗 姚风带着弟兄们 把傅家的大宅 还有他长旭的赌场和妓院 都找遍了也没找到 顾月情也不晓得他人在哪 这就是做了亏星事 躲起来了呀 南高 实在不行 我们报警谈署吧 不行 不行 我现在马上 我马上去凑钱 以最快的速度都换成金条 可是 可是时间这么短 我上哪儿换那么多金条呢 等等 我想这封信里面 韩君在暗示我们 他被关在哪里 您看 另处其难 知道你定会看到这封信 还望你恳求张老板搭救 韩君不会这么说话的 他这么写是为了 要引起我的注意 你我多年恩怨 如今我已经全部放下 而我 也时时回想当年定情情情 渴望有生之年 还能实现当日的诺言 与你一起去香港的 圣约翰大教堂 在那里办一次正式的婚礼 请你念在往日情分 救我一命 切记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 当日 我和他定情的时候 是在十六铺码头的名居 也是那个时候 我们一起说过 要去香港的 圣约翰大教堂办婚礼 所以我想这封信 他在暗示我们 他被关在十六铺码头附近 快 派人去 十六铺码头一带 仔细给我搜索 是 快去 让姚凤也带人过去 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对 另外 我们也要筹备资金了 一来是麻痹绑匪 二来是 万一情况有变数的话 我们也好做个营变 大哥 现人传来消息 张梅已经卖了一家赌场 和一些投资的股份 正在拼命 四处筹钱 全力营救傅韩君 那沈其南呢 沈其南也是 帮着忙前忙后的 这样挺好 这样一来 那沈其南的命 和张梅的钱 就都到我的手里了 局长 这张梅的钱 沈其南的命 是怎么回事啊 这我就不多解释了 明天啊 有一个蠢货 会去帮我除掉沈其南 你的任务 就是杀掉他 这样一来 不光沈其南的命没了 张炳坤的钱 也就都到我的口袋里了 好 对了 你去跟高远说一声啊 不能让那个傅韩君 白白地跑了 起码要他一只胳膊 我看他以后还怎么画图 我立刻去办 高远兄弟 杜局长让我告诉你 事成以后 人还是得放掉 但是手必须得给我剁一只 行 不愧是张会长口中的景星凤凰啊 这画的什么呀 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怪好看的呀 怪不得 能让他们忌惮 你想说什么 我呢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一个 好消息 好消息就是 张眉和沈契南呢 已经在四处筹集赎金了 不出意外的话 你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我知道了 你不问问坏消息是什么吗 不想问 必须问 是 那你说吧 这坏消息呢 就是为了报答 我身后的那个人呢 我呢 答应他 废你一只手 你们江湖中人 不号称罪守规矩吗 你拿了钱 就要放人 现在出尔反尔 不怕被人笑话吗 傅小姐 我又没杀你 只是费你一只手 你放心 我手起刀落很快的 放开我 放开 小心点 别动 放开 别动了 你啊 你啊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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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别动了 快走 快走 监督 都不要動 相手 姜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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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谷 weapons 姜姜 姜姜 小谷 老實點 原本张老板想抽钱救小姐的 结果南哥读懂了那封信的意思 后来张老板的人和姚峰一起 在石榴铺码头一带搜寻 南哥不放心 非要跟着一块去 好在很快我们就发现了 高原手下的踪迹 南哥担心小姐有危险 怕姚峰赶不过来 叫曹俊赶紧回去送信 非要自己先过来叫你 我就知道他一定能看懂 但我现在 有希望他没看懂 曹俊快点 高原死了 对 这个笨蛋高原 竟然没有发现傅寒军写给张梅的信礼 被动了手脚 结果被沈其南识破了 猜到了关押地点 直接带人找了过去 混乱中 高原就被打死了 那傅寒军呢 傅寒军一点事都没有 沈其南也只是受了点皮外伤 一帮废物 这钱没拿到 人还给我放跑了 他死了也好 起码不会把咱们供出来 大哥 咱们那笔钱怎么办 合作了 废物 资料 这下 我 秦南 你醒了 秦南 秦南 你 你别起来 医生说你受伤了 医生让你静养几天 慢点 慢点 疼不疼 没事 一点皮肉伤死不了的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干嘛不等人齐了呢 还好我没等 如果我等的话 你就出事了 你 你是 李东 杜万一让你来的吗 请你先出去一下 我有事情要和我弟弟谈 韩隽 他是我秦大哥 因为身份特殊 所以我一直没告诉你 还请傅小姐不要外传 我和秦南的关系 所以 所以你们兄弟俩 一直在联手对付杜岸英 我们沈家的仇 自然是我们兄弟二人 一起来报 傅小姐出身大家 而我弟弟只是宁波的 一个乡下小子 又身负家仇 实在是高攀不上傅小姐 为了不连累傅小姐的清誉 秦南 你以后要注意 跟傅小姐相处的分寸啊 那可好 我们的仇 已经是上一辈的事情了 没错 的确是上一辈的事 但齐南 始终姓神 我看你 杏俊 大哥 你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 专程跑到这里 就是为了跟韩君说这些吗 因为你似乎忘了 你和傅韩君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就是来看看你 你好好养生 好好想一下 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 我走了 在这边 这是让我来 你终于把心通静你 在这两个地方 是拿捲咖啡 我不是奥运了 在这些直接放在这一场 我脱牛肉是想要是 我可以确保 我可以不要 你不要 我可以 我可以 你不要 我可以 你不要 我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高远说你是我妈吗 你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吗 你知道我小时候 因为没有妈妈难过了多久吗 你既然一直在我身边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不认我 对不起 你既然已经狠心地抛弃了我 你干吗不狠心到底 你干脆对我视而不见了 你干吗一次又一次地帮助我 支持我 甚至算尽你的万贯家财 来救我 我无时无刻地在想着跟你相聚 可是我真的没有勇气 我看到我没在你身边 你成长得这么优秀 我以为你已经释坏了 我怕因为我的出现 会打扰到你的生活 你不懂 从小没有母爱的人 是坏不了 是我一错再错 我可以弥补我的过错吗 你想要怎么弥补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做一个合格的母亲 可以吗 我做不到 我真的很想对你这样说 我想让你后悔 让你自责 但 但 但我连拒绝你都做不到 我真的很想你 我每一天都想见到你 韩君 妈 我 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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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之年 慢慢地和你相认 我 我就是死 我为死而入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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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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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塔熬的汤就是好喝 二舅舅 我也帮着我妈妈看火了呢 你乖 等二舅舅伤好了之后 就带你出去玩好吗 星辰 二舅舅伤还没有完全好 我们不要打扰他休息了 走 妈妈带你出去玩 来 二舅舅大舅舅拜拜 拜拜 拜拜 伤好些了吧 没事 一定不用按伤而已 还在生大哥的气啊 怎么会呢 我承认 这些年疏忽了你的感受 明知道你放不下他 却没有及时提醒你 结果你为了救他 差点丢了性命 南瓜头 我知道 我们的仇恨跟他没有关系 所以这些年你帮他 跟他共事 我都没有说什么 不过你要是想更进一步的话 我知道大哥 我自有分寸 所爱非人 如果不能快刀斩乱麻的话 只会让你更加痛苦 你在这件事情上 已经纠结很久了 我希望你能尽快处理好 还有 你这次 丽雅永生 夺了中华大楼的标 挡了杜万英的财路 他现在恨不得扒了你的皮 喝光你的血 你不要以为这是 张炳坤的手下在做官 其实这一切 都是杜万英在操控 好在你并没有什么大碍 杜万英这么做 说明他真的急了 只要他急了 狐狸尾巴就快露出来了 只要他的尾巴露出来 咱们一定要救助不放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你们找谁啊 你们是谁 你们为什么闯进来 干什么你 你儿子欠钱不还 我们今天就是过来讨债的 你凭什么是我儿子欠债啊 欠债也是你们下个圈套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孤原沉沉上海 才响当当 有头有脸的人哪 什么 有头有脸啊 兄弟们 给我砸 你看 好 走 给我砸了 给你 给我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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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砸了 不要咋我的弓箱 撞了 给我砸了 我求求你 不要再打了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你不要让他们再打了好不好 大哥 这是房契 是这房子的 房契 房契 你怎么还有王法吗 要拿我的房契 快点 给我 给我 你走出去 你 现你三天之内搬出去 不搬的话 就别怪我不客气 走 走 走 就 房契 放 房契 我的房契 别走 别走 回来 快来把我的房契还给我 把房契还给我 把我的房契还给我 我现在只有房契了 你把他还给我 给我 还钱就给你 没有房契 我没有地方住 你给我 你还给我 放开 你把他还给我 放开 放开 快给我 他放开 快给我 拿着 你不要让他 快进来啊 他放开 放开 住手 快 妈 妈 放开了 妈 我都记得 媽 你醒醒 媽 你醒醒 媽 你醒醒 媽 媽 你醒醒 媽 媽 你醒醒 媽 媽 兒子在哪 沒事 不怕 不怕啊 媽 沒事 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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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禦工事 這是南京政府的絕密文件 政府決定 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 秘密修建上海的防禦工事 可一般修建防禦工事 不是部隊工程兵修建的嗎 跟我們也什麼關係啊 按理說呢 是應該由工程部隊來完成 但是現在這個人力 物資都比較緊張 最主要的還是 如果由部隊來修建的話 目標太大容易暴露 所以上面決定 找一家私營廠 有私營廠 就以修建民用防務的名義 作為掩護秘密進行 那既然找私營廠 我當然就想到咱們永勝了 可一般這種項目 都沒什麼油水可撈 您幹嘛對這事這麼傷心呢 少錢 在你心裏 就是這麼看待爸爸的 不管怎麼說啊 這是關係到將士安危 民族存亡的大事 爸爸呢 作為政府官員 這點覺悟那還是有的 所以我希望咱們永勝 能為國家出點力 咱們這一次 一分錢不拿 全心全意 就把這個工程做到最好 怎麼樣 您這話說得可真好聽 不過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永勝手頭上 有很多項目 這個我們就不參與了 你還是去找別的營造廠吧 多少錢 這個兔崽子啊 翅膀硬的 連我的話他都敢不聽啊 大哥 如果少錢不肯接這個 防禦攻勢的項目 那咱們那筆虧空 可就不好遮掩過去了 替我約那個 韓老闆 明天就約 韓老闆 大哥說的是那個 給永勝供貨的建材商 韓國父 對 就是他 兔崽子 我要讓他知道 對抗我的下場